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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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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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晚不时使人断出不好的心思 保暖思隐喻 晚上不吃饭 可以使人倾心寡欲 第三 早睡早起 晚上八点入睡维闻时 此时是人欲望低的时刻 深月十一点至凌晨一点为火时 是人欲望高的时刻 同样的道理 早晨三点至四点要起床 若等出晨也是火时起床 容易生起欲望 六 如何修行 佛教有十分丰富的经验技巧 比方说 八正道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宁 正经济 正念 正定 注意次序 正见是修行的前提 在正见之后 是正思维 正见是从比较宏观的层面去说的 正思维则是从微观的层面 和尚解决生理需求有三招 一 佛首先让我们不要看女人 即使看了不要和女人说话 如果说了说完赶紧跑 我们大部分时间生理需求的升起 都是在遇到外缘的时候 比如在街上看到打扮清凉的姑娘 上网看到暴露的图片 无缘无故升起的时候是比较少的 所以尽量少地让自己接触这些外缘 就能够防止很多主观生理需求的升起 二 戒律里面有很多要求 如不可以单独和女性在一起 不可以有身体上的接触 不可以和女性说非法语 与女性说法不得过五六语 戒律很多条文都是在保护比丘 设下一条又一条的护城河 就是为了防止心城失守 戒律和第一条的区别在于 犯戒会有过失 过失会障碍修习禅定 一个真心修行的人会仔细地护持戒律 收射信念培养出强有力的正念 在生理需求出现的时候可以瞬间一巴掌拍死 三 佛陀教给我们很多禅修的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直接地对峙生理需求 效果特好 谁用谁知道 方法一 不禁观禅修法师不禁 三十二身份 修成就之后女性在和尚眼里变成一具窟窿 一副臭皮囊 立志为恐怖疾 方法二 所有能够达到安指定的禅修夜处树西关等 由专注呼吸 到清安 然后生起喜乐 振服五盖 达到初禅 初禅是第一个色界禅 注意这个色不是生理欲求 是有形状颜色的物质的意思 叫离生喜乐地 简单说就是离开了欲界的欲望 身心感受到一种超欲欲界的殊胜产月 这种快乐远比生理需求要更好 这个时候生理需求对于这个和尚来说毫无吸引力 而且会觉得厌恶 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欲望太过于粗鄙 甚至觉得恶心 为什么呢 因为男女之事是欲界独有的 色界没有这种欲望 而一个达到初产的和尚 心境和色界的天人是类似的 这个和尚的身体也会有部分色界的元素 他不但可以没有生理需求 还能够几天不睡觉 几天不吃饭 打坐几天几夜 这就是和尚解决生理需求的三招 其实还有牙箱底的一招 就是成就圣果 得阿罗汉 这个时候 一切的烦恼都已经断除 贪嗔痴永进 正如涅槃的境界 这个时候我们的阿罗汉会说一句话 我生已尽 范形已立 所作已半 不受后有 从此这个和尚脱离了三界 逃出了魔王波寻的领地 名副其实的厉害了 所以这么来说 和尚也是人 开始的时候也会有欲望 但是随着自身的修炼和控制 最后会慢慢消失 然后彻底失去 当达更高的境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